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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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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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抱歉 让用各位一些时间 大家在车上 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人了吗 有啊 那不就是吗 人呢 警察同志 你把人家吓跑了 奇怪 刚才还在呢 喂 干嘛 吓死我了 没事没事 算了 他讨生活也不容易 警察同志 怎么突然关起这个来了 最近不知道什么情况 又是异果又是异人的 搞得大家都很紧张 大家要注意防范啊 如果看到什么奇怪的人 记得通报 去下一间车厢了 喂 警察走了 你可以出来了 漂亮姐姐 可以出来了 人呢 喂 胖子 你有看到一个女人 从我座位底下跑出来吗 呃 女人 没有啊 这 这太邪门了 闹鬼吗 呃 叫说啥呢 大正午的哪有鬼啊 这这这这这这怎么啦 啥 啊哎 啊 这还真是正午啊 啊啊 是都是什么 Outの人 这就突然黑了 好啊 啊喔 他怎么突然差车啊 什么鬼东西啊 不用怕 只不过是具尸体而已 胖子 我出去看看情况 你在这儿等着我 这 这是什么 这些是藤蔓 可为什么会挂着 这么多奇怪的尸体 6月19日至6月 26日每天上午十年 刚兴一级 就问你双步 妈妈妈 妈呀 这上面挂的全都是死人 咱们现在在哪儿啊 这些都是什么鬼啊 好可怕 大家不要乱跑啊 我们一起想办法 爸爸我想回家 这该不是要世界末日了吧 看来 是这些藤蔓把列车给缠住了 这些东西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还有我做的那个梦 初 初风 你还敢去摸 胆子也太大了吧 冷静点 胖子 仔细看 这些尸体穿着奇怪的脖甲 还有这些花纹 让我想想 这是什么 这是一把 匕首 快看 这些藤蔓真是天上水上来的 不好来 你们放进前面的车箱看看 兄弟 咱们也要去看看吗 你那么喜欢历史和旅行 你知道点什么吗 我不是数人 我去到这都 我去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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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 什么 当时 我去到这儿 我去到这儿 你去到这儿 怎么回来 你去到这儿 那时候 你去到那儿 你去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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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怎么回来 我去到这儿 这里怎么会有卫星掉下来啊 我也不清楚 胖子 你在这儿等我 我要上去看看 楚风 你疯了 这太危险了 你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楚风 快 快看他 有人跳上去了 好家伙 这小子胆子真大呀 我站在下面看 腿都直哆嗦 小伙子 你快下来吧 上面危险 这是什么感觉 这是 你这 快来 快来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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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快跑啊 快跑啊 救命啊 救命啊 他做出来的是什么 他机械怎么还能冒出山来啊 楚风 快跑啊 走 快跑 快跑 快快跑 触风 触风 不 快 爬 是 辛苦你了 你可以回来 是 安赫尔瀑布 又名天使瀑布 是地球上落差最大的瀑布 两个月前 飞机经过瀑布上空时 摄影师惊讶地发现 水在倒流 阿塔卡玛沙漠 地球上最干旱的沙漠 已经有上百年 没有降过一滴雨 半年前 整个沙漠 弥漫着蓝色烟雾 开满鲜花 黄河 九州文明的发源地 历史上无数次改道 水患不断 一夜之间 黄河突然干涸 整个九州都为之震撼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 我找到你的时候 你已经砸好绷带 躺在路边了 我好像忘了些什么 想不起来了 哇 等等 这 这个车是怎么回事 淡定 车是我背着你跑出来之后捡到的 照这个速度 估计一会儿就能开到你老家了 运气不错吧 变变还是个敞篷车 不过刚刚 我们真的差点就死了呀 楚风 咱们这代人 不会这么倒霉 正好赶上世界末日了吧 不知道 世界末日 是指世界毁灭了 但我们现在遇到的 是世界一变 一人 一世界 这些东西 都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就怕最后来的不是世界末日 而是 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末日 楚 楚风 你 你别吓我 你说的这些东西 都是真的吗 我也不清楚 但从现有的这些情报来看 它有可能是真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还能在这个世界上 生存下去吗 我 我好害怕 好了 好了 你正常一点 咱们现在 是不是都还好好活着吗 但是 兄弟 你说的世界观也太吓人了 咱们就是普通人呢 我能不害怕吗 普通人个头啊 这么糟糕的路 你见过哪个普通人 开这么久 都没开过路的 这个你放心 我从小最爱看的动画片 就是四驱姐妹和头文字 喂 胖子 快刹车 前面是断崖 前面是断崖 如果呢 你小心一点 这就是那个 楚风的血液样本了 是的 确认无误 是我亲自从他身上取的 你最快的速度 给我一个结果 我倒要看看 这小子有什么过人之处 楚风 你 你怎么样 我 我还好 楚风 你的反应和判断力 肯定不是普通人哪 一天不到的时间 我们差点死了两回 我也很害怕呀 这些都是本能反应 你都锻炼 也能做到 你骗小孩呢 锻炼有这种奇效的话 世界末日活下来的 就全是运动员的健身教练了 一提到锻炼就逃避 你这样一辈子都受不了 赶紧顺着石头滑下去找路吧 我 我不行了 楚风 你走得也太快了吧 而且一路还背着那么重的包 你不嫌累吗 让你平时不知道锻炼 这下知道难受了 话说 你包里那个石盒子是啥 石钱掉出来了 我帮你塞回去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肯定 它不是这个时代的东西 而且 说不准 它和这场天地异变有关 这 这东西有这么悬吗 孔风 你怎么愣住了 咋了 看见鬼了 问 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楚风的血样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这个世界马上就是一人的天下了 我们天神生物可不能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浪费时间 他的目标不是回老家吗 是的 好 那就让左俊他们顺路去会会他 让他知道这个世界的真正面目 来这儿 有能耐你出来咬我 咬我 你倒是出来咬我 好了好了 你这个状态像广动物园要无扬威 咬我 有能耐你出来咬我 出不来了你 急死你 楚风 你说他们为什么出不来呢 你有没有发现 你问了这么多问题 我都是回答 不知道 我们之间似乎有个结界 他们一旦看过来 这会死的肯定不看 主公啊 有什么东西要爬出来了 我的个乖乖 闹了半天是一只小可爱 这是个牛啊 主风你看 黄 我 黄牛 乖 和哥哥说说 那个结界是什么情况 小可爱 胖子 你稍微小心点吧 好歹 他也是从怪物堆里出来的 你抱上 这小可爱还能跳起来 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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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终于上来了 又变成艳阳高照了 这天色一会儿一变呢 最近异象见多了 变天反而没什么感觉了 嗯 我也这么觉得 胖子 这牛是要走了吧 早就该走了 这个灾星 你还想留他作甚 你忘了他从哪里出来的吗 他可不是普通的牛啊 会话 把我打成这样的 会是普通的牛吗 重点是他能听懂我们说话 没准还能给我们一些解答呀 这 拼了 牛哥 牛哥 牛哥威武 又从没有厉害 我看那个结界谁都出不来 就牛哥能从容得出来 想必牛哥是其中的翘楚 不对 是最强王者 还不够 以牛哥之千赋 将来必然是 黄中王 黄中皇 我对您的仰慕之情 犹如滔滔浇水 连绵不绝 既然牛哥这么英明神武 那牛哥能否大致给小的说说 你们为啥要来这个世界好不好 我是难过的颤抖 软硬不吃是吧 看看这是啥 有进去了吧 那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先 你们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 只要你打上来 这个果子就给你了 这是什么果子 地震后在路边捡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果 看他的反应 八成是的 意思是 你们为一果而来 世界一变 传闻吃了一果 能让人飞天顿地 据我所知 世界的一变 还会不断加剧 不仅仅是结几个果子 你们是为了得到更多 像一果这样的机缘才来的 一果 花粉 触媒 地步啥呢 我以前女友家里 和天神生物有关 这两个词 是我无意中听到的 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总之 你们的目的是来这个世界 寻求机缘变强 然后 然后 你往前上 猫猫 主播 你说的都是从哪听的 这小牛还点头了 意思是 未来咱的时间 会变成啥样 一人的天下 再加上动物园 好吧 你先把这个果实给他 我想想想怎么和你说 不给 话都是你说的 他就点点头也要给果子 而且 这不是传说中的机缘吗 多珍贵啊 这 但是胖子你别吃啊 咱们知道有吃完变超人的 但也有吃了挂了的 放心 我不吃 但也不能随便拿宝贝喂牛啊 哎呦 这牛的眼神都变了 小牛犊子 有本事 把我打死 然后把果子抢走啊 你真当我打不过你啊 哎 不理我 要走了吗 到了吧 我告诉你 你要是真把你胖爷我惹毛了 我怕你身上压死你 老虎不法威 你当我是 优优独播剧场上 胖子 在楚风和胖子回家的路上 世界一变越来越强烈 胖子 没事吧 堵多久你就咳了多久 没事 就是嗓子有点痒 妈 果子吃完你似乎也没什么变化呀 总之没事就好 没什么感觉 看 能看到镇子吗 终于快到了 楚风 你们镇快到了 我也得先回去看看家里 我们暂时要分开了 路上多多保重啊 保重 通讯器保持联系 但是这个黄牛 为什么要一直跟着我呀 你都把我打成猪头了 还不够解恨吗 而且你也看到了 这果的压根没用 如果可以的话 牛兄可以和我一起走 胖子要去城市 牛兄通体金黄 一看就不是凡胎 怕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是去老家的小镇 安顿的也简单舒适些 另外 牛兄的目标是寻机缘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请你看看这个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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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石盒 是之前我在昆仑山探索时 偶然发现的 当兽无意中 总入一个完全是青铜材质的圣域 山顶之处 三只巨型猛形 三分对峙 围绕于一棵散发神异光芒的三尺小树 石盒 就是在小树周围的一个角落里捡到的 如果牛兄有兴趣 日后 我可以带你去那里 但是 前提是 我能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猫 小意思 兄弟 他要教你武功 好 猫 胖子 不不不 我就算了 我还是得先回家 兄弟保重啊 我先走了 等我跟佳人见了面 安顿好了 再来找你 好 你路上小心 保持联系啊 小子见面给我说说 你那个天神圣屋的女朋友的故事吧 走 小姐 楚风只是个普通人 您不该再挂心她了 最近我们会有一组人去卫城山 让他们顺道去看一下楚风 如果有问题 就安排人保护她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要闭关了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 是 诺诺最近要闭关了吧 是的 正好最近我们要派人去卫城山 让他们去卫卫这个楚风 在现在这个天地复苏的关键阶段 我们天神生物只能是顶底 不能让任何事情打扰我们 如果有 就让她消失 干杯 我都在这喘了半天气了 这真的有用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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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哗哗哗哗 好一千名 用十一分零八秒 就有世界纪录的一半十年 再试试这个 你 区区一周时间 天哪 我究竟变强了多少 算了算了不想了 今天打猎的成果 回去喂牛 这一周里 世界异殿越演越烈 关于一人的流年 也越来越多 虽然一直没有官方认识 但是 楚风明白 这是真的 父母都去了大城市了 那边很安全 正好 我就在老家都修炼一阵 按照黄牛的说法 想要强健体魄 得先学会呼吸 道家有呼吸吐纳之术 佛法中也有专门讲呼吸的经文 呼吸 这件看似稀松平常的事情 其实玄妙无比 快 现代武器 又或是体育运动 都有专业的呼吸学习 而近几日相处 黄牛从未教过楚风什么拳法 只是每日带他呼吸同大 规 98 什么声音 黄牛回来了吧 这么大动静 principal 干嘛呢 不知嚷嚷着要去山里军异国 晚点回来 正好问问他 我和其他艺人比 谁会比较强 但是怎么比较呢 还能出门随便抓个艺人吗 你在我家里做什么 处方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我叫左俊 你现在认识了 长得平平无奇 但还行 我不喜欢太娘的男人 但除此之外 你有病吧 赶紧出去 赶我走 要不是受人之托 我会想来你这破地方 送人之托 谁 好了 你不用知道那么多 楚风 做人要知趣 住在这种牛棚的人 要明白自己的精良 有些人 是你高攀不起的 懂吗 这把匕首 看着不错 你可以荣幸地送我了 放下 放下 只去 记 凡人 你是义人 哈哈哈哈 义人 相对你们这些凡人而言 也许 我就是义人 你 你小子 是义人 不 是 凡人 找死 出 出风 我承认我看走眼了 但挑战义人 你还不够格 求饶吧 这样我会让你死得简单一点 笑话 你 你 呀 呀 啊 啊 啊 臭小子 你让左大爷很生气 呀 是 过人啊 这臭小子 有两劲啊 既然如此 那我就索性更大胆些好了 啊 小子拳头确实挺重的 我果然应该认真点对你 再来 停 喂 你用水灵衣服做什么 是怕被我打得太狠 见到血不好洗吗 呵呵呵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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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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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打吗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养养伤 嗯 嗯 老子恢复了 防守 有意思 来 我们继续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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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赢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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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 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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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宝 我要杀了你 那就 让你 杀 老子和你拼了 滚 啊 杀得了吗 主宝 我要杀了你全家 主宝 我发誓一定要让你全家获得豪子 我这明明是正当防卫 而且是你先下死守的 问题是我接下来该干嘛 难道我去给他包脏 然后你得呼人吗 在里呀 也不能杀人呐 你根本不知道你得罪了什么人 可我玩伴猪吃老虎 啊 啊 喂 喂 大兄弟 我还有事要问你呢 这 不会被牛打死了吧 呃 喂 接上你安静静 别死在回家院子里啊 你是不是把他打死了 呃 是吗 哎 那我们垂他这事 他应该也不会记得吧 你那一拳 真的会让他失忆吗 那是左俊的背包吗 喂喂 别乱酸别人东西啊 嗯 啊 也是 他把我家的墙打烂了 赔点钱也是应该的 这墙好像是我打烂的 啊 喂 你干嘛帮人家的衣服啊 哦 也有道理啊 我确实受了点伤 是该赔钱 嗯 哎 还有 喂 别再拔了呀 再拔就真有精神损失了 哎 行了 行了 我去把这家伙扔到山里 黄牛 你看好家 别再让奇怪的人进来了 妈 怕了我吧 轻鱼姐 索俊那小子突然联系不上了 我有点担心啊 嗯 我也担心啊 他那个暴脾气 万一把楚风打死了怎么办 咱们也好好呵护凡人呢 嗯 啊 这 索俊 怎么回事 你的衣服呢 我您话呢 你脑子坏着了吗 索俊 是什么情况 这不会是楚风做的吧 不可能的 楚风只是个凡人 难道是咱们的对手 菩提基因的人来了 我们得马上向组织汇报 好了 今天的呼吸法也练习完了 啊 啊 你终于要教我拳法了吗 拳法叫什么 我现在相信你厉害 所以 又不着血这么大 哼 牛魔拳 这名字也太错了吧 你倒是挺会做生意的 不过学会了 确实交流会更方便 来 上 上 左 右 那边 这边 黄牛啊黄牛 你不是很牛吗 什么 这是最强烈的 我真的不是一枚 我是谁 我不是不得心 是不得心 是不得心 是不不得心 这边 这边 别乱拿别人的通讯器啊 前女友而已 大学同学 人家可是天神生物大小姐 又怎么会和我这种人 听说了吗 天神生物最近就有新的研究了 他是谁 不知道啊 以前没见过呀 他怎么坐这儿啊 难道这哥们没听说过天神生物吗 胆子真大呀 喂 你不要命了 这可是林诺依的专作 我劝你啊 赶紧起来 怎么办 我们修理好 我家拿去了 救命啊 毕业后 诺依回了天神生物 我们 连分别的招呼都没打 也不知道 现在怎么样了 算了 睡觉 是吗 那太好了 这就是楚风家吗 他好像不在 不可说了 要好好教训一下这小子 可林小姐是交代 让我们保护楚风吧 还是 以林小姐的花位 你这人基因落后就算了 怎么脑子也不好使 他林诺依不过是一个女孩子 过不了多久 天神生物谁说了算 可就不一定了 小妹妹 你现在应该多讨好木少爷才对 以后我不管 现在我只听诺依姐 你们自助 一个卖皮带的转 什么转 别管他了 区区一个凡人 我们还是想想 楚风的死法吧 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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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半夜拆我家 你们是什么人 哎呦 没打中 你不用知道 你只要知道 有人想要你的命就行 你可以选择你的死因 是被一场大火一碗烧死 还是煤气泄露炸死 这不是卖皮带的小姐姐吗 呦 你不是懒得理我们吗 这会儿跑出来干嘛 是我 何时又说过杀楚风 一来 木少爷说随便我们发挥 楚风 快走 你们认识 其次 木少爷想做什么 都要让你知道吗 快 看似楚风这种臭臭 还要木少爷亲自给你汇报吗 好快 这想明白了 制服上的logo 他们是天神生物的人 天神生物老来找我干嘛 还有刚才那个 帮我挡声波的妹呢 到底 楚风 没想到你竟然不是普通人 但是可惜 终究不是一人 哈哈哈哈 秦玉姐 你就别出手了吧 如果我俩一起出手的话 楚风 就连扎扎都不剩了呀 所以 上午玩个过瘾先吧 好吧 别玩太久 一会儿记得把那个皮带妹 也顺带埋了 好的 秦玉姐 他们两个 谁都不弱于左郡 要是早一个月 也许刚刚那一下 我就被打死了 好了 楚风 来受死吧 楚风 快来选一下你的死法 喂 不好意思啊 这电话必须得接 必须得接 喂 林诺依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个电话 这样等会儿再打 我不是林诺依 楚风 你还是趁早打消 对林诺依的念头吧 这几天你三三五次 打电话给林诺依 不接你电话 还不懂什么意思吗 我没有 我最讨厌 有胆做没胆认的人 昨天居然还打电话 来学牛叫 有你这样吸引女方注意的吗 那不是我 闭嘴 这死的黄鹅 到底背着我打了多少 打电话 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你这种基因低贱的人 就应该老老实实待在乡下 你是诺依的家人 是是是 好的好的 你竟然当着我的面 去打电话 你看不起我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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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明白 姐姐 你之间好像有些误会 你很长时间没联系诺依了 那你多电 那真不是我 你没事吧 这小子 这小子肯定是义人吧 王八蛋 半猪吃老虎 而且 他的能力八成十 一接电话 就变强 喂 喂 义人的能力千奇百怪 但是这个还真是特别 我们还是求稳 一起上吧 好 饶错被偷袭 喂 喂 我这儿信号不太好 喂 喂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去 有诈 喂 哈哈哈哈 您可真会开玩笑啊 哈哈 是啊 蛋取想笑吗 不 不愧是跟林诺依好过的男人 至于有些难以捉摸 再来 真是的 你那种乡下父母 也就养出你这种乡下儿子 阿姨 您说我就犯了 这么说我父母 就有些过分了吧 你 犯了 话说 我这突然飞来一只大蝙蝠人 看你们公司的衣服 你认识吗 他 他现在怎么样 怎么说呢 也不能说一点事都没吧 就是飞着飞着 八七 一下就掉下来了 哎 好可怜哪 那 那请你注意一下 他是我们的人 摔你家门口 你就有义务救助 可他不太友善啊 要杀了我似的 我凭什么救他们 让你救你就去救 这是你讨好天神生物的机会 多少人想要这种机会都没有呢 他不要给出了事 你要负全部责任 嗯 我 我笑看你了 居然是个接电话就变强的义人 开始 我是想找你们陪我练练最近新学的拳法 因为好不容易才有一个能实战的人 所以我一直很担心控制不住力道 把你们打死 还得让自己显得比你们弱一点 免得你们逃跑 可是打电话太费神了 我实在没法控制自己 想要比你们还弱 真的好难啊 我不知道你们天神生物 为什么这样厌恶我处方 三番五次的来找我麻烦 而且还下死手 够了 不跟你们练拳了 该给你们点教训 大力牛魔拳 认真吧 黄牛在天 黄脚的气流 这是什么远瓦 好可怕的气 你看 他被狗似乎浮现出什么可怕的异兽 你愣着 傻子才会等人变完身材出手呢 好 再去 就这么不堪一击 对了 刚刚帮我挡声波的皮带小姐姐呢 黄牛 你回来了 大概是声波 让他受了内伤 但他为什么会帮我打昏击呢 看起来 像是天神生物的内部斗争 救人要紧 其他 回头再说 这间屋子有绷带 果然 皮外伤不是很重 主要是镇的内伤 家里还有一些膏药和绷带 赶紧帮他敷上吧 可是衣服 对了 还有黄牛 我只和他包扎 他还是个小屁孩 啥都不懂 黄牛 快来帮我给小姐姐 算了 没时间跟他扯皮了 只能我自己来了 抱歉了 小姐姐 救你命要紧 你醒了 再吹火吧 可算是把鞋给止住了 我刚到心如止水 你是在门口投开吗 唉 现在遍地一人 感觉自己很危险 我要不要 也想个法子 变个一人 又来 猫猫猫 猫猫 猫猫猫 猫猫 猫猫猫猫 不就是呼吸法很厉害吗 我知道了 呼吸呼吸 保护你个逃走 啊 啊 为什么 啊 啊 太危险了 我得赶快变强啊 啊 其实 我现在挺强的了吧 这是 谁打的蝴蝶结啊 哦 你醒了 除风 是你救了我吗 是你救我在先啊 小姐姐 伤我的那两个人 他们就这么走了 哦 他们啊 被我不久之前认识的一位高人赶走了 姐姐 你不用担心我 高人吗 除风 关于诺依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其实诺依姐 她一直很挂念你 我受诺依姐的命令 一直在扮演各种角色 在暗中保护你 我们来讲一下 哪个四肢一哲学的基本特征 你还教过我马哲 是 因为学生肯定记不住 马哲老师长啥样 比较隐蔽 抱歉 出风 天神生物给你找了这么多麻烦 昨天那俩人 不知道为何不听诺依的指令 我 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对你讲 最近天神生物的内部管理 越来越混乱 我感觉有人对诺依姐不利 既然你认识高人的话 那就帮帮他 不利 以诺依的地位 谁有这个能力 他可能是 慕 在天神生物里的地位 比诺依低一头 却也是诺依的亲信 慕 昨天那两个人也提过 但为什么他们要杀我 用我威胁诺依吗 楚风 你说你身边有高人相助 我跟你说这些 是希望诺依真的有难时 你能帮下他 这个你放心 别说我身边有高人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 我也要保护他 对了姐姐 问你个事 我前些天在索军的包里 搬出一张地图 好像与普通的地图不同 我看看 索军这小子 来公款旅游的吗 内部管理果然混乱 没什么特别的 只是这个标采集一鬼的地方 千万不要去 啊 为什么 这人的变异 与吃异果有关 而那里面 最近会结一颗很厉害的异果 天神生物 菩提基因 各方势力都会争强 楚风 千万不要去 有高人保护也不行 是吗 好吧 对了 这个绷带 是你缠的吗 主要 昨天你伤得太重了 所以我就 谢谢你 楚风 另外 你绑的蝴蝶结 太丑了 你不怪我就好 而且你不觉得 很别致吗 小姐姐 你伤得很重 我看 你还是静养几日子 不了 楚风 我有些担心诺医 我还是快些回去吧 楚风 你保重 小姐姐还是走了 我还说中午请她吃火锅 黄牛去打猎 怎么还不回来 站住 楚风 大凡人 我是天神生物派来 接昨天失联二人 一个长翅膀的男的 和一个白衣服的娘们 你看见了吗 你说后面那俩吧 昨天晚上 可怕你几乎死了 我是谁 我在哪 我的人生 你是什么 他们是天神生物的高手 竟然败在你的手下 看来你身边有高手 不错 楚风 你成功引起了本王的注意 你难道不问问我是谁 需要吗 我乃是拥有天神生物 最有天理性的艺人 亚历山大 埃尔萨斯 简 与猪王 是日后会超越 银翅天神的男人 颤抖吧 虚仇 好好看着我吧 我将登天成神 成为这一变后 新世界的神 仰望我吧 无法变异的凡人 我去 今天没吃药 我太开心了 楚风 只要能把败你这家伙 我就能证明 自己有多强了 来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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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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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聊的 又是那个人 应该不是诺姨 喂 初风 有个蜘蛛男去接人了 你好好招待 不然你就等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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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初风 有个蜘蛛男过去接人了 你见到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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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他是你们的人啊 哎呀 误会误会 您看这事闹 干水冲了龙王庙啊 初风 我劝你积极配合 赶快把我们的人交给他 他一见我就冲过来 吵着要杀我 我们普通小老百姓 哪里敢接近啊 初风你少给我装 他是不是在哪儿 喂 你家主子找你 喂 喂 什么情况 哈哈哈哈哈哈 你听啊 他笑得多猖狂啊 要不是他呱唧一下摔下去 我早就被他捶死了 初风我信你个不爱 你家门口是有坑了 谁都往你家摔啊 哇 阿姨 您连这都知道 您可真是神人呢 初风你给我玩 哦 那我回去前方啊 阿姨拜拜 初风这家伙 只中南八城也被他套路了 又是初风吗 没错 他身边一定有高人相助 一样一个艺人的成本 都能建一支部队了 居然连续四个艺人都被废了 连欺负个处风都这么费劲 以后我们可怎么整死零落一呀 上次是我们小看初风了 既然他有点实力 我们就必定要杀了他 不能让他影响了我们的计划 这次我们的正规部队要出动了 之前还想玩一玩 这次我们要一瓶整个青鸟阵 一瘦的肉是要比一般的肉美味许多呀 而且听你一说 我真的感觉有股热气在身上流动 我尝试运了下大骊牛摸拳 运气的速度和劲力都有所提升 只是吃了半顿火锅就这么有效吗 那啥 楚大神 我饿了 帮我说个肉吃吧 亚历山大 卡尔萨斯 简 蜘蛛王 你醒了 来来来来 给你块变异猪屁股蛋 补偿下你 待会可能会把你垂尸意 扔山里 谢谢楚大神 对了黄牛 我之前从左军那儿 得了张采集一果的地图 咱们吃看看吧 啊 什么诗意 什么扔山里啊 啊 真香 啊 你们不能去找那个异果 那个异果可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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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想变异 我觉得如果异果落到天神生物手里 诺依得到还好 要是木得到了 对诺依和我都不理 那颗异果 我抢来喂狗 也不留给天神生物 好 吃完火锅就进山吧 我要变强 这才几天哪 你别慌呀 今天就吃这只异兽吧 哎 离采集点还有点距离 快点走的话 这是什么感觉 黄牛 快不好 回头 baw 走远了吗 哦 居然会有龙突然钻出来 话说他出来之前 我就感受到了一股压迫感 而且本能地觉得 自己不是对手 嗯 神诀 第六感 感觉能做很多好玩的事 那你不是也能感受到吗 你刚才在考验我吗 又是这种感觉 是谁 喂 蝗牛 我看得贼清楚 他们是冲着异果和我来的 蝗牛 你说我顶得住热武器吗 另外 这颗异果他们真的很重视 喂 说起异果 你记不记得我那个石盒子 里面有三颗颜色特异的种子 我怀疑 能种出异果 如果 能种出优秀的异果 感觉 能在这新世界 掌握不少主动 至少 能挨不少钱吧 你说是吧 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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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用牛蝗看高粒电视机啊 整天竟看这些破玩意儿 牛蝗多贵啊 是后面有人 抓起来 我们的行踪还不能暴露 糟了 吵得太忘我了 快 别动 人呢 我明明听到有人讲话 好像还有高粒话 难道是高粒人吃了一果 变异了吗 大蝗牛 魔拳 蝗牛 盖地 开火 好痛 虽然练了呼吸法 几下热武器 不会致命 不过 挨多了 也会死吧 热武器能杀了他 再来 这么一直被追着他 可不是办法 精神攻击 渐渐适应神诀了 他们的动下 都能或多或少提前预料他 这还只是呼吸法 的顾佳效果而已 如果把呼吸法 全套学完 不知道 他能得到什么 神奇的技能呢 黄牛在天 果然有艺人 天神生物 哪来的这么多艺人 难道他们把一果当水果来开店的吗 哼 一件凡人 竟让我天生生物 被这么多周章 火箭炮小队 开火 杀了楚风 慢着 先别急 杀之前 看看能不能 问出这东西来 这可是上头 特意交代过的 楚风啊 你受了我们之中 力量最强的 一人连打 以后怕是要在 轮椅上度过余生了 我们留你一命 是有话问你 你身边的高手 是哪帮势力的 菩提生物吗 我 我 不知道 我劝你最好老实 交代 不然我们可不能保证 你的生命安全 我 我 真的不知道 那你就没什么力有价值了 小子 你可别怪我们无情了 呵呵呵呵 等 等下 两位 我不想死的 不明不白的 反正我也快死了 能不能告诉我是谁要杀我 都要死了 还有那么多要求 将死之人 告诉他就告诉他 小子 你记住了 待会儿到了阎王殿 可别怪错人 要娶你小命的 可是当今世上最大生物公司的大少爷 木 还真是这分子 这下石垂了 就是木搞的鬼 可是他为什么要杀我呢 你是怎么出来的 狗风 你小子 竟敢耍我们 按照前击击的套路来看 你们马上就要被门了 我劝你们还是在被敲尸 以前投降吧 我并不想杀人 这是什么感觉 可是那个 rollercoaster分之常 阎王我们儿居然 现在是不分 我们儿子 我是李克基 就是 他 他的 好 他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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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耳头大点的一兽马 有气 就让我看看 你到底够不够资格吧 快跑 不好了 他追过来了 可恶啊 没办法的 所有人 从心血要尽 快 这样心血 我们还能逃掉 开炮 可恶 可恶 这样都没伤到他吗 别慌 所有人 再开火 好 攻击反对 也太大了吧 根本进不了身啊 远距离攻击的热武器 对他也没有什么用 我有什么跟自身力量挂钩的远程武器就好了 弓箭什么的也行了 好 朝这边来了 算 反正跑也跑不过呢 拼一下吧 这招吧 哈 阿 哈 这是我们最强的招式了 bow 牛魔拳最终版 牛将士 哈 啊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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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我還沒動手 他就先飛了 難道 我已經強大了 只能一定 就能打敗敵人的地步了吧 你會是我 毛 哦 毛 毛毛 毛 原來 是你打的嗎 哈哈哈哈 怎麼樣 痛吧 這可是正宗的狂牛將士 能死吧你 今晚的烤肉原料 就決定是你了 狂牛你幹嘛 趁他騙要他命 趕緊解剖他呀 猫猫猫 猫猫猫猫 猫猫猫 猫猫猫猫 等會兒 一天只能用一次 那 剛才 那刀弩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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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当有太行山崩于前而不惊的气魄 你懂什么 李诺依那丫头马上闭关结束了 我们必须把楚风灭口 不能让李诺依知道我们做过什么 可我们现在连热武器部队都没了 都说了不用着急的 你忘了咱们新开发的武器吗 黑曼8YT10243号 剧毒火箭弹头 你 你是说那个专门用来对付大型异兽的剧毒弹头 没错 就算他楚风本事再大 毒这种东西可不是强大就能抵抗的 能撑到现在算他有本事了 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 好 就听你的安排 黄牛 那棵发光的艺术 就是地图上标出来的东西吧 看来这里白天刚有一场争斗啊 黄牛 你的画应该也能看得到 树上那颗发光的异果 应该是颗松塔 这种东西我记得能有十几颗果实 难道每一颗松果都是一颗异果 怪不得各方势力都要争夺 而且我的神觉能够感受得到 弟弟被挖空了 有各方势力藏在下面 不准确地说 是整片山都被挖空了 猫猫猫猫猫猫猫 猫猫猫猫猫 二十天也好 敌人这么多 太危险了 我也能再努力修炼二十天 天神生物和各方势力 还有我与诺依的命运 都要看法的是天后的这一战 那个老女人 又用诺依的手机给我打电话了 怎么天天给我打呀 是想吸引我的注意吗 喂 老妖婆 怎么又是你啊 我可先说好 你这个年龄段我没兴趣 喂 初风 是我 这 这个声音是 真正的诺议 对 是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以为是别人 林家大小姐 最近在哪发财呢 你刚刚的话骂谁呢 哎呀 迷回 天大的误会 我刚刚以为你是 你以为我是婉清姐的 婉清姐 我以为她四十多了 她没给你找麻烦吧 没有 我们只是就建立友好的双边关系 打开了一系列亲切的问号 算了吧 你们两个什么性格我清楚 会发生什么大概也猜得到 找机会消除一下误会吧 明天我们见一面 晚见我也会叫来 见 见面 怎么 还在生分手的气吗 开 开 开玩笑 我是那种人吗 那明天我拍人贴你 再见 哦 说挂就挂 我好久没听到她的声音了 猫 猫猫 猫猫猫猫 猫猫猫猫 猫猫猫 说实话 那些人太弱 血身也没对我造成啥损伤 要是老妖婆肯收手 那我也懒得追究什么 你也看到了 我从没对她们下过杀手 大江 好歹也都算是诺依身边的人吧 猫猫猫猫 猫猫猫猫 滚 行 回家吧 路我熟了 估计几个小时就能到家 我现在速度更快 猫猫猫猫猫猫 熟火 土壤 水 金克拉 都搁石盒子里了 这下肯定会发芽了 不知道能种出什么奇怪的东西 猫猫 那也挺好啊 嗨 楚风 楚风 你在玩泥巴 玩什么泥巴 你又来干啥 我家可没纱布啊 少平 我是来接你的 诺依打你电话了吧 会不会 又是个陷阱 还是小心一些的好 要不你先回吧 诺依发地址了 我自己想办法去 保证准时 楚风 你还不能相信我吗 怎么说呢 我不是信不过你 我是信不过天神生物 你们这样一波波来 次次想要我命 虽然对我没什么伤害 但我有点慌也正常吧 想想也是 你要是安心上车 反而不正常吧 你一个人注意安全 蝗牛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猫 猫猫猫 那招坦诚相见 哎 还是跟他后面看着吧 总觉得不安心 希望是我小人之心了 蝗牛 你看下家 猫 诺依吗 放心 穆先生 我们都准备好了 有您的剧毒火箭弹头在 绝对把楚风迭人带车轰上天 好 我等你们消息 今天必须灭楚风口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要是出了差错 老子剁了你们 是 离小姐姐越近 不安感越强 是神诀吗 可千万不要出事啊 喂 楚风马上要和林诺依见面了 我们可只有这次机会了 放心 不会要下死 只要一缕烟气就能杀死大型异兽的剧毒弹头 顶尖的一人杀手 附近还有我们最强的终极部队 我们还监听了林诺依的电话 绝对没有任何差错 我想你保证 以后世上不会再有宠风这样 停下 我会不会再有宠风 我会不会再有宠风 我们再有宠风 我会不会再有宠风 哎 皮带姐姐 你怎么样 初风 你相信我 我会害你了吧 姐姐 你别担心 我给你包扎 算了吧 他们的包蛋 是木用来 毒杀一手的 这毒解不了 木 天神生物 又是他们 别强说 初风 哪里都有好人和坏人 天神生物也一样 诺依他 一直想着你呢 说来 你身手这么好 那个高人 就是你吧 初风 请你帮我 保护好 诺依 还有 我右边口袋的东轩麒麟 我把 把里面的文件 删除干净吧 右边 千万 别落在 木的手里 这是 这是 关于我的工作记录 新任务 诺依姐 让我保护一个叫 初风的学生 准备出发 希望工作顺利 我见到我初风 一切正常 今天没有一样 一切正常 初风突然出来旅游 一个人扎营了 他胆子也太大了 不怕被叼走吗 还好诺依姐派我看着他 没发生什么事 化妆成卖花的女孩 保护处方 一切正常 今天很冷 我扮成了苹果的老龙 结果被城管扭买了 初风过来 糊弄走了城管 还问我苹果多少钱 我随口说三十块一个 他逃遍了所有口袋 凑了三千 买走了所有苹果 他还告诉我 未来一个月不要出来了 天太冷 我会受不了 真 真是个笨蛋 没想过 我是假的吗 夜里趁他睡着 我偷偷把苹果钱 在他包里了 我拍了张 他的照片 这 这是拍给诺伊看的 可没其他的念想 初风来到一片湖边 好漂亮啊 对了 我跟他 有了第一张合照 今天 我扮成了卖皮带的销售员 更两条 更两条 今天 我收到了新的指令 将楚风 安全带到弄伊身边 保护楚风系列任务结束 这会是 最后一次任务 之后 我会接到新的人 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吧 楚风 再见 再见 这是最后一次了 楚风 谢谢你 交过我 还有蝴蝶剑 真是完美 一发入魂 这下不得死得透透的 别说是毒弹 就是没毒 这摔下去 也死定了呀 哈哈哈哈 这 没看见尸体啊 就你事多 我拿望远镜看看 有了 有了 那儿有个黑点 是楚风 是楚风 蹲地上 不会动了 死了 死了 是吗 我来看看 太远了 我挑大点看看 我挑大点看看 是 是 什么情况 是 是 是 楚 楚风 这怎么可能 你没打住他吗 喂 前面开炮的人 就是你吧 是 是你打野我开的 那可是一发毒弹 没想到 你竟然可以躲开 怎么样 那女的临死前 很痛苦吧 嘿嘿嘿 跪下 给我朝悬崖底 跪下 这么嚣张吗 楚风 刚才就杀了个凡人而已 老子可是一 给我跪下磕头 再来 你们天神神物朝朝 我三番五次忍让 从来没有下过杀手 可你们 你为什么 就是想要我楚风的命 还要杀了 我的 朋友 你说 木在哪儿 楚 大爷 你 小小小气 你 别杀我 我 我什么都说 我不杀你 你说吧 东 东边 五公里 是 是我们的营地 木大人 阿布 木那个傻 在哪儿 楚 楚大爷 你快去 哼 谢谢 谢谢 谢谢楚大爷 赢地 那里全是高手 去了 你就等死吧 哦 对了 谢谢你了 不 你 你 你抓过 不杀我 我 我答应不杀你 可是你自己摔死 就怪不得我了 哎 都慢点 这可是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上古神器 你们的命都赔不起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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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们 木 在哪里 哪儿来的乡下人 木大人日理万机 哪里会亲自来这种地方 不在吗 好吧 那你打电话给他 啊 告诉他 来见楚风吧 兄弟们 他就是楚风 木让杀的就是他 别让他活着离开这里 这速度 完全看不到出刀啊 都别怕 我们是最精英的部队 那么多来抢一果的都被咱们埋了 这这楚风算什么东西啊 兄弟们 上 杀了他 啊 啊 楚风 去死吧 嗯 啊 啊 哈哈哈哈 这可是连银翅天神 都吃不消的上古神器 大雷鹰弓 就算你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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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 木他 我 快说 木 木他在 突然想起来 自己掌握了神诀这种东西 我自己就能找到木 那么 就没必要留什么活口了 兄弟们 一起上 给我杀了楚风 楚风这乡下人可算死了 这可要好好庆祝一下 怎么了 这酒不喜欢吗 干嘛啊 不喜欢也别倒掉啊 季 楚风 先是左军 后面对你 鲸鱼 还有鲸鱼呢 火箭炮不对 最后是毒火箭弹 区区凡人 竟然能撑到现在 不错不错 可敬的对手 哎 我电话 这谁啊 来报喜的 哎 喂 牧大人 我 牧大人 我 牧大人 我 牧大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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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大人 喂 喂 你 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啊 牧大人 骧大人 啊 牧大人 不清楚 打来电话的人 神志已经不清了 我得亲自去现场调查一下 抢异国之前 绝不能再出岔子 你待会儿见诺依的时候 别忘了 那个卖皮带的小夕 是诺依的心腹 我们要给个交代 反正死不对证 把她的死 全推在楚风身上 交给我 林诺依给的地址 就是这个酒店 想吃顿好的 就让我和楚风和解 就让我见识下 你怎么让我 跟一个死人和解 到了 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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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依 把好了 诺依 晚清 你怎么会伤成这样 我变成什么样不重要 若依 你知道吗 那个卖皮带的手下 她被楚风杀死了 你说的是小夕吗 没错 是小夕 若依 你闭关太久不知道 楚风 楚风在杀了我们好多人 后来我听说小夕妹妹要去接楚风 马上就慌了 赶忙带着毒火箭偷偷跟着 果然 楚风那个禽兽 对诺依你怀恨在心 刚见面就要杀她呀 我冲上去阻止 结果就被打成这个样子 还好我是一人 最后才有机会用火箭炮杀掉楚风 那小夕她伤得太重 她就 她就 晚清 你确定楚风死了吗 她 她确实是死了 导弹射过去 她直接就炸成两半了 那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楚风 姐姐 往前冲的时候 千万记得看左右两边 不然容易翻车 楚 楚风 你怎么会 好了 诺依 你已经听过两个版本了 你是相信我说的话 还是相信 我已经死了 浅叔 把她带下去 别忘了 她是一人 是 我会用特殊的合金手铐 诺依 不要这样对我呀 我 我这么做全都是被逼的 梦 都是梦 你是那个混蛋让我做的呀 你要相信我 别喊了 诺依要惩罚的人 你见过哪个被宽恕的 你 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不可能 楚风 楚风我错了 不能我亲自登门道歉 你跟诺依求求情好不好 你要多少钱多少异果我都给你 还有 还有那个被毒死的妹子 她不光是个跑腿的下人 你办不着为了她的钱和异果拨不去呀 你 真大你的狗也给我看清楚了 这个女孩 她叫小夕 不是什么跑腿的下人 她 是我楚风的朋友 徐婉青 我本来真的以为你是被目指使 但现在看来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路走好 不送 楚风 你跟老娘拽什么 小夕那种烦人 就算我不杀她 她迟早也会死 这个世界是毅然的天下 烦人注定活不成 等着吧 楚风 你也不远了 小夕那种烦人 再见 小夕 这么说 你暂时不打算处理牧师吗 嗯 牧师高层 我得慢慢来 不过你放心 我会给你和小夕一个交代 嗯 好 那 诺依 你最近怎么样啊 楚风 现在事到不太平 别插开话题啊 大夕我走了 要不我再派个人保护你吧 没事 不用的 那 我再安排些人手 保护下你在大城市的父母吧 啊 那真是麻烦你了 我还真是有点担心他们呢 诺依 谢谢你 一直这么照顾我 我就知道你罪孽旧情了 楚风 你别误会 啊 什么 坏了 其实 我早就应该对你说清楚 我对你 没有任何那种感觉 所以 你不要误会 啊 这还用你说啊 我当然知道啊 是什么机会 我终于知道了 痛啊痛啊 还有枪烟 还笑 苍天啊 我就是随口一说 这事都过去多久了 诺依 你是多怕我会多想啊 哈哈哈 初风 哦 算了 以后再说吧 是木打来的 哦 哦 有什么事吗 喂 诺依 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我们准备抢一国的部队 被人全灭了 不过 也有个好消息 因为 我已经完全调查清楚 杀人的是谁了 诺依 你一定不能饶了他 那么 是谁做的 这种刀法 这种力道 当今世上只有一人 只能是 你明示天神白虎 并称为 一人三天王的 金刚啊 你确定吗 我看你听个定啊 那好 你继续调查 抢一国的人手 我会想办法 怎 怎么了 那个叫金刚的 找你们麻烦吗 嗯 我们这边 一支精锐小队 被杀光了 那个叫金刚的娃 还真是生猛啊 哈哈哈哈 当然了 他可是被称为 一人三天王的人啊 龙翠 金刚 还有白虎 他们并称为 一人三天王 三天王 好土的名字 总之 他们很厉害是吧 楚风 半个月后 这三人都会去抢一国 地址离你家不远 哦 是吗 你 无论如何 不要去凑热闹 你 你跟我说 这些干嘛 我才不想去呢 哈哈哈哈 那自然好 好了 天也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我把安置小夕的地址发你了 好好安葬他吧 嗯 放心 问句多余的 你说的那个什么 抢一国 木也会去吗 会的 怎么了 没什么 当我没问吧 把宫藏在这儿 夜里天黑 果然不会被发现 有了这把宫 应该可以补足我一些远程攻击的能力 强热地址的概念 也高兴 莫 诺医不好动你 那就由我代劳吧 半个月后 一国树前见 黄牛 我回来了 啊 宝宝 干 干嘛 你咋虚成这样子了 找小母牛去了 啊 啊 啊 这是单纯的网瘾犯了吗 哦 对了 我这几天在城里 给你买了通讯器 猫 猫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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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好啊 黑白代表一阴一阳 是天地之本呢 啊 对了 有个宫 你也给看看 这个 好像他们是叫大雷鹰宫来的 天神生物那边说是上古神器 可我用了用 也没有觉得太力 猫 猫猫猫 注意力量 啊 啊 啊 这 这力量 居然这么 啊 啊 这是上古神器 还是钓鱼竿呢 猫 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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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咸不行啊 那我换个不锈钢的 猫猫 猫猫猫 啊 他 我们打不过呀 你忘了 猫 猫猫 猫 我是知道呼吸法厉害 但是 猫 嘿嘿 嘿嘿 哈哈哈哈 哎哎哎 你这突然干啥 我还没洗澡呢 猫 干嘛 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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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不了陷阱枕骨我吗 明明什么都没有吗 神经兮兮的 玩回通讯器 睡觉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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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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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都干了什么 啊 你过来 我损出一人 我家房顶到底招谁热食了 我说你谁啊 怎么会在这儿 这话给我问才对吧 我正在跟敌人打架 忽然被人从后面打晕了 你们是一伙的吧 呃 网友 你给我进来 你给我进来 猫猫 猫 说个鬼巢 别给我装糊涂啊 猫猫猫猫 猫 快 给我回来啊 管慢妇女儿童 在这个世界是绝对不被原谅的事 这种玩笑不能开 明白吗 猫 猫猫猫 猫 猫 这 这样嘛 看他样子不像是在撒谎 而且我这个烦人也伤不了你 你不用担心 那 行吧 我姑且先信着 你们可不许欺负我 不然的话 有如此强 别拆了 这房子当年拆前队都没拆掉啊 啊 还有啊 我要留在这里 查清你有没有团伙 你们要是坏人 我绝不放过 嘿嘿 可以在外面玩了 这事儿还有其他选项吗 我很忙哎 抢异过之前我得修炼啊 哪有空陪他 他一小姑娘我又不好捶他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 那 这头会写字的牛 挺好玩的 送我吧 我马上就走 牙刷带了吗 这几件旧衣服尺寸小了 你挑挑吧 哦 我去隔壁屋睡了 有事叫我就行 等一下 嗯 这么快就有事了 嗯 那 那个 我怕黑 不要留我一个 喂 大哥哥 干啥呀 大半夜的 我睡不着 你给我讲故事好不好 不痒 睡不着自己数痒 我好累的 小祖宗 给我讲吧 行吧 给你讲给你讲 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来我看看我看看 这个从前啊 你你最终向我好不好啊 嘿 小牛 还记得我吗 我是周全啊 好久没见楚风了 来看看他 猫 啊 楚风最近在猫啥呢 他电话里说自己现在可厉害了 猫 猫猫猫猫 猫 瞧 还宝贝 猫 猫猫猫猫 哇 看来他很喜欢 猫猫 猫猫猫 哈哈 哦 这么喜欢吗 我看看是什么宝贝 楚风 人家小腿疼吗 抱人家 去吃早饭吧 是 小独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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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禽 瘦 哎 胖子 你怎么来了 胖子 喂 110吗 哎 你干嘛呀 原来是这样啊 嗯 没错 现在城里治安很差 一人遍地走 没什么势力依靠 很难活下去 我家也不过是普通家庭 我有些不放心我父母啊 哎 胖子 最近我这里发生了很多事 我越来越能感觉到 力量 在这个异变世界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力量 我连身边人的性命 都保护不住 嗯 嗯 我得赶快完善我的装备 为眼前的异果大战 做准备才行 我的大雷鹰弓 还少一条龙鸡 我得去杀条龙 胖子 你一起吗 龙 哎呀 我爹从大城市买回来的檀木筷子 那龙就在这儿 这龙很强 我们得提前制定战术 哦 紧急新闻 糟了 咋了 你父母所住的顺天城 一人暴乱了 什么 不过 马上平息了 你不早说 一人暴乱 关键时刻白虎杀出 百名暴乱一人瞬间被秒 哦 人间自有真情在 以后找机会 当面谢谢白虎 不过 话说回来 白虎的实力居然这么轻 银翅和金刚应该也差不多 一国大战 真是场硬仗啊 黄牛胖子 来听我制定计划 这条龙巾 我必须拿到手 好 首先 我保留体力 随便打一拳 吸引他注意力 把他引到我们的埋伏圈 在埋伏圈 我们事先挖好陷阱 黄牛在远处 用河山打牛消耗他 消耗一个小时 在他精疲力尽的时候 我和黄牛合力打出 黄牛降世 将其击杀 一个小时 至于吗 至于的 上次我跟黄牛被打成狗 还有 那我干啥 你来挖陷阱 到时候 整个罗在旁边乱敲 分散他的注意力就行 你安全第一 千万别上 我们的对手非同小可 绝不能出岔子 每个人在脑海中 将战术演习至少三遍 开干 本台最近消息 目前各方势力 聚集在太行山白蛇岭一带 据说是为了抢夺一枚 松死状的异所 另外 听说仪式天神也在现场 其帅气的脸庞 引来一些 胆大美女粉丝 场面一步失控 竟然没群众 防护好 没人欺负 好无聊啊 丑峰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啊 喂 丑峰 我这儿骑活了 坑都是我挖的 网友什么都不干 我已经找到他了 谁吧 银鸡要定了 银鸡 拿住一 喂 哥 你醒醒 你早被秒了吗 我怎么跟挖陷阱的人交代啊 真是的 还挖陷阱 你要就溜我玩吧 楚风 黄牛也知道吧 天 天地良心 我上次真被打成狗 难道这龙变弱了 猫 猫猫猫猫 是吗 细想下我这十天 真的只是练呼吸法而已 这也太快了吧 这呼吸法再练下去 以后真是不可限量 猫猫猫 猫猫猫 猫猫 第一集 觉醒界 觉醒界又分为九段 楚风的等级是觉醒三段 而之前 楚风遇见的人 基本都在觉醒一二段 一段距离在实力上 会相差很多 九段再进化便是 第二集 加速界 在夹锁界可以看到道道区幻夹锁 夹锁分十道 每升多一道 会获得一项逐一无二的强力车技 六道夹锁全征破后 变成逍遥界 达到逍遥界的人 逍遥世间 天地之中再也不限制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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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天王在什么级别 猫猫猫猫猫 争长 比我高了两段吗 这 岂不是没胜算了 猫猫 你说装好了 哎 公弦怎么是银色的 猫猫猫猫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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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 好 那就让我看看 你这神器的本事 嘿 这 威力大过头了吧 把山空穿也就算了 但是它聚集在周围的能量 就把我的皮肤灼伤了 用这东西 或许能和银制天神 这声音是 胖子 主公 我的脸 这 怎么回事 你这 该不会是 变异了吧 我英雀的脸疯了 是上次吃的一果有反应了吧 猫 这龙这么厉害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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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这样 两个 把这龙身上的宝贝都带回去吧 你们这群冷貌的人 多关心下我 主邦 我刚刚喷火了 这是我的能力吧 你确定 那不是一种表示你很愤怒的漫画手法 不是漫画手法 是真的喷火 真火 喂 活牛 你慢点切 别伤了龙铃 你们关心下我好不好啊 齐活 我的拿手菜 酱鲍鱼肉 都尝尝 哇 好香啊 胖子 你这能力真省天然气 要是鼻子能吸油烟就更好了 滚 你让人家小姑娘吃龙肉 不把她头上长脚吗 可拉倒了 人家早就说方自如了 吃这对她只有好处 这谁啊 大碗上的 还记得我吗 楚大神 我的素敌 卡尔萨斯捡 蜘蛛王 又来找我争夺王位吗 不 今次只是将组织里的密信带给你 不如我们就免去争斗吧 也好 这种无休止的争斗 我也厌倦了 楚风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 恶心啊 我 对了 你不是失忆了吗 蜘蛛的脑壳可是很硬的 我的灵魂并没有被抹去 顺便说下 你的秘密我没有泄露哦 楚风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熟了 你们留 我睡会儿去 是吗 没白留你一命 本王最欣赏你这种强大的男人了 正事 上面派我送两封信 一封是我们高层写的 另一封是林诺依小姐的 信 好传统 先看诺依的 宝贝啊 是已经办妥了 另外 我们最近发现了进化出智慧的一兽 你住在山里 千万小心 有诺依 动物 智慧 那人类不是很危险吗 还有其他东西 这是哲宁小心遗物是找到的 应该是做任务时拍的 你留下吧 这女人谁呀 你女朋友吗 别乱说 这是一个救过哥哥的朋友 她已经不在了 这样啊 对不起吗 我会一直带着这张照片 我要让自己记住 如今这个世界上 没有力量 什么都保护不了 阿西拉 以后我会照着你的 我可是艺人哦 谢谢你了 如果真如你所说 那银翅天神真的很强 是啊 他可是我毕生想超越的目标啊 行了 我好歹也是天神生物的人 透露再多就不好了 我先回了 行 回见 你什么意思 对不起了 楚大神 这张弓借我用 等我打败银翅天神后 一定会还给你的 抱歉啦 太好了太好了 这张弓我就突然在看到我 有了它 我便会让银翅天神更进一步了 我真是个畜生啊 哈哈哈哈 臭大神啊 他没力是个好人啊 而我却 有自己最强的招式勾起他 困大的蜘蛛王只能等三天走自己挂掉 独大神 我对不起你啊 委屈你三天不能逗了呀 喂 蜘蛛王 你拿我弓干嘛 哈哈哈哈 啊 你哭了 说说吧 你这什么情况啊 呃 您先等一下 亲爱的爸爸妈妈 没说要杀你 我得借神功之力 找木报仇 你想借功 得等一果之战以后 这么好吗 我要怎么谢你 你 你离我远点就行 好的 那我估计 人几天哈 打完一果 记得借给我 得嘞 我谢谢您啊 我得借神功之力 大神你抢一果 一定要赢啊 还有 喜欢的人 不要轻易放弃 别在意蜂蚁们的看法 再见啦 这蜘蛛王 也算是个有趣的人呢 喂 把蜘蛛王解开再走啊 猫猫 于是 蜘蛛背着树 练了三天拳 终于卸下来了 这三天洗澡都得背着 烦死 猫 猫猫猫 是吗 猫 猫猫 力量大 射不中有个屁用 你现在的射数 相当不专业 猫猫王 别看我这样 我现在可是剑术大神呢 要不是黄牛亲自求我 我可是不收徒弟的 猫 我在五十米外的大石头上 放了九瓶子 接下来就让为师来给你示范一下 什么叫射箭 百步穿扬 不愧是本炮 哇 好厉害啊 那是 别以为射箭很容易 太专业的 我就不说了 我先教你最实用的方法吧 首先站姿 要两脚侧力与肩同宽 拉弓时要双肩放松 背部发力 拉弓时手势如图 这是地中海事 适合步兵 我就不教你骑兵的蒙古士了 注意 手指可不要捏弦啊 不然影响攻击力 然后 回宫的手要稳 同时也要扮演攻台的作用 弓身要与地面垂直 错了错了 你的姿势是最忌讳的姿势 你是我带过最差的 同样是一箭打飞 有什么区别吗 我的我的 开玩笑 还是要好好 猫 猫猫猫 猫猫猫 呼吸法是什么东西啊 呼吸法是一种让人迅速变强的修炼方法 我可以教你胖子 但你可能会成为争斗的中心 怎么样 要学吗 胖子人呢 猫猫猫猫猫 猫 好 好 猫 你没事吧 没想到力量这么大 猫 猫猫猫猫 猫猫猫 是挺厉害的 但是 猫 这呼吸法好霸道 我受了内伤 猫猫猫猫 猫猫猫 哼 又没有人陪我玩 算了 再怎么说 也比在家里有趣 至少楚风哥 每晚都会给我讲故事 不像那个人 飞机已飞至白蛇山上空 马上就到异果之地了 银至天神大人 很好 准备空降 对面铺提基因的人很多 要小心 要小心 另外 方圆五公里内 不要出现任何物 为什么 并无伤 是 距离异异果大战 还有两天 猫猫猫 是吗 有点丢人啊 可是 不用的话 抢异果会很难 这异果太重要了 猫猫猫猫猫猫 我知道了 与此同时 白蛇山的公路上 喂 左俊 你确定金刚会路过这里 放心吧 肯定会来的 这金刚 可是我们天神生物的 头号大敌 如果我们在这 将它击杀 你说林诺依 会不会跪下 求我娶它呀 可拉倒吧 人家金刚 可是号称金刚不坏 超耐打的呀 银翅天神 对他这招都很头疼 你怎么打吗 哼 我可是变卖了 所有家产 买了一堆一果吃啊 看好了 一斤变身 好 怎么样 哇 厉害厉害 这才只是一阶变身的力量 而我的变身 总够分五百八十七阶 每上一阶都会再变强 五百八十七阶 闲的你 喂 快看 那个刚走来的 是不是金刚啊 哈哈哈哈 就是它 跟照片上一模一样啊 金刚大人 这死这没一模 天射不及基因日后发展 嗯 我们势在必得 嗯 这神圣物的影视天神 就劳烦金刚大人 嗯 好 嘿 金刚 你的死期到了 呀 受死吧 一国只能是我做罪的 五百八十七阶变身 啊 可以 鱼 影视天神也会脱 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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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先这样 再见 谁啊这是 碰瓷的 今日 关于白蛇山异果的争斗 愈发惨烈 本台最新消息 好了 初风哥哥 你前些天 拜托我画的面具 画好了 很漂亮啊 谢谢你啊 还好之前准备了白面具 那当然了 我可是学过美术的 这样肯定不会被认出来 别忘了 今晚要多讲一个故事 报答我呀 放心吧 下面有请前方记者带来一线报道 为了工作人员的安全 我们只能在远处取一些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东西飞过来了 主风哥哥 你说要走几天 真的是要去化妆舞会吗 你是不是要去抢异果 看你说的 我一个凡人 抢什么异果呀 再说去抢异果的话 没必要戴面具呀 也是啊 我在想什么 在锦组 在锦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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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刚才一开始就一言不发 没什么 想起了木的事情 这木可真讨厌 看新闻 它天天在银翅旁边苟着 不过这也说明 它还是怕你的 不然你早就把它杀了 是啊 想杀掉木 我是绕不过银翅天神的 话说这种子 怎么还不发呀 我金克拉都放了 不应该啊 你金克拉是哪里买的 并兮兮啊 我们到了 比想象中人多呀 气氛也没想象中那么针锋相对 猫猫 猫猫猫猫猫 你就一个人啊 怎么样 要合伙吗 好呀 你看 外面危机成虫 可以互相帮扶 人太多了 我们要找个地方观察局势 我研究过地形 那座山是最佳选择 另外 打起来 胖子可以藏在山里 不被发现 我要留下吗 我只是想送下你啊 经历一下大场面吧 对你以后生存有好处的 至少看看 好了 出发 不要啊 让人类做异果肥料的实验进展如何了 可行性很高 木大人 人类的精神力量 比一般生物都高 而异果 很喜欢这种精神力量 只可惜这种实验 要备着林诺依做了 我决定 这次大战后 我就把实验基地盖在他的坟头 你们在这啊 啊 王董事 你也来了 欢迎王董事立临现场 您有何吩咐啊 我对咱们排兵部阵 很不满意啊 您说您说 我记下 据我观察 在那座山里屯兵 对我们更有利 而且那里 离林诺依的山头很近 我们会更容易下手 您小声点 您这在后面呢 行了 我去探探路 你们等我信号 辛苦您了 您可真是个亲民的好领导 还不是你们这帮蠢货 效率低 另一边 菩提基因隐蔽 江洛神小姐 您要的生物热量分析图来了 哦 还蛮快的嘛 江洛神小姐吩咐 属下不敢耽误我 有气 快成熟的时候 反而树周围没什么人了 连地底下也是 这是为何啊 你也不想想 现在多少双眼睛钉在那儿 这会儿去不是活靶子吗 行了 你去忙吧 别忘了 我们此行的目的不止一果 人家还想拉拢些战场上的天才 就拜托你多留心咯 保证万证任务 男人不管多大年纪 都是幼稚的生物 唉 长得漂亮就是方便啊 凭我的美貌 无论什么男人都会为我所用 这异兽真难对付 难道真像诺依说的那样 异兽开始有智商了 果然这里人也很多 好 就这儿了 哇 唉 你从哪儿拿出来了 你压得懂不懂规矩啊 来这儿都得先给我打招呼 知道吗 是是是 大哥大哥 大哥你好 小子 看你这样刚步入社会 今天就让你领教社会的无情铁拳 胖子 喷个火 放下肉 我们中午就吃它了 你真把我当空气了 你这小子 这 这什么人 天神生物赌士 王奇 天神生物的 诺依最近怎么样 林诺依 就那个靠出身吃饭的婊子 谁关心他怎么样 对了 这座山被我们公司看上了 老家各位让下地儿 我们会给每人一套市中心的房子 就是你们这种人一辈子都买不起的那种 别人我不管 是必想离开 那就别怪我了 强行让你们走了 那没错 这是我遇到过最强的火焰 嚣张可是要资本的年轻人 我这火可是连岩石都能烧化的青眼鬼火 你这个等级是歇不住的 这种火焰 不用来烧中午饭太可惜了 大哥 那喷火的王吉是什么来头 那可是天神生物数一数二的用火高手 戴面具的小子死定了 哇 天神我开心 我们好帅 我们好帅 请大家冷静点 真是的 我也有吃吧 怎么就没人喜欢我的 这帮私生犯知心就到这儿了 不要了 顾大人 王吉董事去了有一会儿了 不会出事吧 不会的 那座山上应该只有杂鱼 真的吗 看那是王吉的火 马上就完事了 这 看来对手有些难缠 不过不会输就是 这个 快去看看王吉怎么了 是 喂 恶魔艺人 王吉怎么样 莫大人 眼前的景象有些奇幻 怎么了 我怎么想了 你偷懒是不是 给我加大 大哥 我们的王吉董事 被人当烧烤驾驶了 啥 打过头了 你像烤壶 对不起 我看 这 对了 我记得你刚才骂诺依来的 有这声 我错了 给他道歉 别给我的 林诺依 我错了 我差也不错了 大不敬 林诺依 是你能叫的吗 我打电话 好好道歉 我马上打 就是这样 请大家盯住好手下 要尤其留意 不敌基因的人 另外 也请大家 保护好自己 医疗部务必跟上 保障我方人员生命安全 喂 哪位 妈呀 亲妈呀 儿子给你卖早年了 以后 你就是我亲妈呀 妈呀 儿子你自己不懂事 你应该这位爷说什么 把我罢了吗 再不罢 我就闭嘴 他就没你这个儿子 诺依姐 谁呀谁呀 不知道 电话销售 大家不要急 不要急了 想喝饮的五块钱一会儿了 都别急了 大哥好强 我等永远追随大哥 追随我干嘛 我并不想做大哥呀 这就叫你一票 一会是我心上的男人 当花十块钱 多认识点人 也没什么坏处 大老方明 就叫我 牛神王好 牛神王 牛神王 吵死了 什么呀 金牛神王啊 跟我家银驰驰驰插远了 可我家银驰驰驰到底在哪里呢 我是走着山头了吗 不愧是菩提基因大长老 竟有胆量单刀附会 我作为妖精帮反而带了些孩子来 倒显得有些小气了 老夫行事向来稳妥 若是闯龙坛虎穴 自会有备而来 可你这 还是算了 看你天生生物的人 还配着热武器 这是什么时代了 你们的观念 太落后了 是菩提基因对热武器的研究太落后了才是吧 这怎么回事啦 江长老 干活忘了不少啊 行了 一把老骨头了 争斗这种事 暂时交给年轻人吧 我想你也听到了吗 异果开始成熟了 战斗要开始了 这颗异果 天生生物必须拿到手 林诺依 我菩提基因不会让你如意的 林诺依 准备好去死吧 天生生物马上就是我的了 走啊 想到这种装子 你不可能 天啊 我贴的 我贴的 越来越有趣了 一帮冲在前面的炮灰 银翅 看你的了 风舞咒过 银翅也出动了 银翅终于离开了 灵诺依 现在杀了你 不会有人知道的 莫银翅不在身边 看你还能够多久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人 钻石王老五吗 力量和防御力太高了吧 一人也会死 来用易电矿石电锯终结它 什么 银翅终于离开了 钻石怎么可能被切呢 成功 岂头 终于离开了 银翅终于离开了 哇 你比金刚还差点 那是 是银翅 你不怕死 你就上去啊 别推我呀 大哥 这一国又要落入 大公司手里了吗 我们底层的人 真的永无翻身之日了吗 可恶啊 那么 既然大家都没什么意见 这一国 碧人就收下了 看来 这一国落入谁家 已无悬念 新时代 菩提基因 当真是人才积极啊 家道中落落 机缘遍布天下 你们天生生物 只是太过于 执着这里而已 这么说来 你们菩提基因 是舍弃这里 另求他方咯 哼 放弃 终于 不 白石 不急切 银翅长进不少啊 不想死的散开 哼 他在说什么 遗憶 尘空万切 这银翅赢了 现在视野不开阔 银翅也看不到我 金刚也不知死活 为了一生的荣华富贵 冒险偷下一果吗 罚猪 罗猪 罗猪 你老家去吧 穆大人 一切都按您的吩咐 用的是上次杀掉小西的剧毒弹药 就等您下令了 很好 天神生物以后就是我的了 哈哈哈哈 你就按照我吩咐的去做 穆 别想打零诺伊的主意 写出你团伙所有人的名单 我可以留你全尸 哪来的野种 零诺伊是你什么人 别打我的问题 哎呀 腾腾腾腾 穆枪鱼快叫银池过来呀 银银子打给他了 银池现在恐怕是自身难保 啊 金刚变强了 居然真的能把我打回 喂 发生什么事了 他 他怎么会在这 你银池爷爷来了 看你怎么杀我 哈哈哈哈 把我杀了他 好硬的翅膀 各方面都比我要强 甚至还有自己的防御手段 那么 拜拜 那 你 攻 不会先让你出事 江云 你护我有功 回去给你升职 谢谢穆大人 我已经叫了直升机 走到山顶就好了 是那个人 是刚才那个人哪 刚才的方向了 我 你开你这卑物 弄不得你 老汇 是 是 是 赢翅 你一定要阻止我吗 莫他就该死 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我不知道 但保护它是我的工作 你 想活命的话 就快点回吧 帝国那边我要赶快回去 我没空在这浪费时间 我没空在这浪费时间 没错 他的实力在觉醒界八段 比我高了差不多两段 你 那是 对 生机 还 闪木的吗 哦 憎恿 你选择赴死吗 那 虽然 你 骑 补 真空切 空切 这是 有每招的十多倍 丁 收 真空切 有真空切 会在一起的吗 偷切 我赶时间 没工夫从下留下 哎 谁瓜 是银尺 人神王大帽 你是人的 谁啊 不是他大招吗 我赶时间 你赶我手下勇气吧 我也赶时间 不惜法 机会 这 这是 什么力量 可这赤膀都能打进身体 来 牛 在 天 细思 但你为什么不继续攻击 而是绕在我身后面 拳头的威力变得那么重 开不过 你刚才的状态 只能持续几秒 真实的危险 一不留神就会放杀招出来 确实 你的神功很厉害 有觉醒十段可以 你 拉弓的手 我都封住 体格差点 不过也有六段 还不错 还有那个奇异的雷电能力 似乎与你的呼吸结作 你的胸肌被切断了 呼吸也会变得困难 你现在 什么都做不了 他说的没错 我现在 最多只能使用一点黄牛的呼吸法 快呼吸 尽量呼吸 大 雷 一 五 七 八 你呼吸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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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本不私用 若能保证不再找木的麻烦 我倒是可以饶你 我 拒 拒 是吗 那 王强 手 没封住 就不用守好呢 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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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射你药 你就先歇着吧 银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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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 哪 能打败银翅 就连金刚对上银翅 也是胜负参半呢 这个男人 人家想要了吗 护大人 快 只剩机马上离开 我们马上就安全了 不 这飞机是可以射击的 我们已经安全了 不 还不够安全 那小子有点厉害 我后就交给你了 一个艺人竟然抓不住悬崖 笨蛋嘛 牧 把你所有同伙名单给我 可以让你死之前少受点罪 同伙名单 你是谁 跟林某一什么关系 好 好 就让你死个名吧 是你 厨房 臭小子挺会演啊 但你以为 你杀的掉我吗 我承认 你可以凭借力量把我逼到这个狼狈样 可杀我 你杀我 你敢吗 有什么不敢 来 这硬盘里就是你要的名单 我全都给你 而你拿到他又怎样 你要交给林某一 他会信一个外人的话吗 一定会相信我 一定会相信你 你以为林某一是什么人 你又是什么人 我告诉你 就算你比营士强大百倍 结局是你永远无法跨越的天喜 你喜欢林某一吧 你爱他吧 你爱他又得不到吧 可你又能怎么样呢 林某一只会归属于上层阶级的少爷们 归属于出身高贵的银翅天神 甚至轮到我都轮不到你楚风 阶级的锁链 确定了你一生都是仰视者 就算林某一真的喜欢你 就算你楚风成为这世上最强 你的出身也只是在地底黑暗奢求太阳的 可你永远也得不到 太阳 宿命 阶级 楼椅又如何 这就是你与林某一 这就是你与林某一 你现在还会觉得他相信你吗 遗藏贱命 而现在 我给你一个得到他的机会 我就不让你下跪了 你姑且向我道个歉 过去的事我既往不尽 然后和我一起绑了林某一 威胁他交出股权 最后等我把他折磨够了 我可以把他施舍给你 我不懂你说的 什么阶级 不懂你说的 什么仰望林某一 我懂得只有 你的脸在我的脚下 而你的命 在我的手里 赶紧我 施舍给你一句全尸吧 你是竟然输了 难道除了千叶禅士之外 还有不入室的高手吗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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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我方人员未能阻止金刚得到异国 木 不知左宗 银翅为保护木被重伤 不能战斗了 而这些 好像都和一个叫牛神王的人有关 牛神王 银翅 木 把这个疗伤药剂交给银翅 启动备选方案 是 希望没人会发现我 主风怎么还不回来 我想回家 嘿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嘿 兄弟 鬼啊 书房救命啊 哈 兄弟 莫害怕 我是世界第一玄关导演 嘿嘿 周奥天 我们电影的男主角刚刚被扎背着 啊 你我相遇是天主令 新主角就决定是你了 我 愿意 你拍学幻篇不应该在特效棚吗 啊哈 你个小的特效棚多少钱一个钥匙收 而这里 遍地都是免费切交啊 猫 谁打的 好疼 找到你了 用强劲偷袭击击高大人 快支援 猫 快 这人好强 抓猪罗 去 猪罗猫 猪 猪 猪 相 那小蚁人竟然打败了金刚大人 别废话了 赶紧抓住他 别愣着了 快过来抓住他呀 可恶啊 那他跑得太快了 我现在要被他逃掉了吗 杀猪 金刚大人 小兄弟 你真的很强 能打疼我的人 你是第三个 独体精英收此异果 只会造福天下 还请你把异果交给独体精英 再逃 这别怪我放杀招了 你这样选择吗 真是遗憾 你还没反应过来吗 我刚刚用能量透过皮肉 攻击了你身上各个经脉与内脏 你现在经脉内脏锯碎 马上就会迷命 但好在 中招者来不及感到痛 你就会死去 你会走得很安心 我的原则是 只要能令对手丧尸战斗力 就不杀死对手 杀一个人并不难 但要把握力道 让其丧尸战斗力 则需要比对手 高上一个层次以上 对不起 我太弱了 如果我更强一点 你大可不死 但为了造福更多人 请安息吧 初风哥 小牛 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 初风在这里 处理完木的事情后 在山脚下 遇到了难缠的对手 姐妹们 就是他击破我们赢赤赤 给我喷他 为什么打我们赢赤 赤赤有多猫也不知道 你打赤赤赤就是最多赤赤的能量 你打赤赤的脚红 警告你 再赤赤赤赤赤 我们又是一本赤赤赤的能量 你滚了我们赤赤赤赤赤 我们变了赤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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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可能 还可以来姐姐家玩哦 你不用透那么近 我能听见 你就这么着急拉拢人吗 江 洛 神 诺依 银翅天神被牛身王重伤 你自然不好拉拢他 可就算这样 也不愿意轻易放给我 我明确告诉你林诺依 这个碾压银翅的男人 我要定了 我没有碾压银翅 我是靠神器赢他的 你还是找银翅去你家玩吧 他是真的很厉害 大姐姐我还有事先走了 以后我请你喝茶呀 好吧 居然会有个为我容颜所动的男人 而且好像还不知我的大名呢 林诺依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嘿嘿嘿 顶流音信降落神 你也会嫁进我 中欧天的电影里 金狼大人 异果给您拿来了 这场战斗是我们赢了 大家准备回去吧 怎么会这样 我是不是说这招出手 对方必死啊 刚才那招可是非常厉害的 难道因为他是牛 身上的经络内脏位置 与人类不同 我把他当作外表变异成牛的人类 所以才没有将他击杀 猫 猫猫猫 猫猫猫 猫猫 对防御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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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 谁 黄牛摆尾 黄牛 我来拖他几分钟 你拿着一果先溜 猫 那小黄人跑了 我们要追吗 他一招就能把我们轰这么远 你一样打得赢他吗 能伤我筋骨 你还挺厉害的 我好像也就那一下 猫猫猫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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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猫猫猫 猫猫猫猫 猫猫猫猫猫猫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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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 果然那红色小矮子的造型 只是你的障眼法而已 你以为你变回原形 我就不认识了吗 是大黑牛 别装了 骗不过我金刚的 快把一果还给我 真是有够吵的 我指补了最后一下 他之前的伤多半是你打的吧 做得好 我们牛族岂能被人类欺压 暴牛 抱歉 我一个闪失没拦住金刚 金刚 你趴在地上干嘛 这又是欺负我族人的人类吗 这牛还会说中文 我还会说英文呢 你俩也赶快扔了吧 我也是准备去抢着异果的时候才发现 他早就被真正的强者盯上了 真正的强者 比银翅金刚还强吗 这一果怕是要落入牛神王手中了 哼 说是输给天神生物就罢了 但栽在无名小费手里 岂不被天下笑话 我就不去了 洛伊应该留了后手 虽然你我都是强者 但 你 明长老 草主们 杀过人类 狗狗你活 怎么回事啊 来者不善 准备开火 先发之人 依人 这天 怎么了 是其他兽王做的 异兽们之前一直在观察人类的攻击手段 找机会进攻人类 进攻 人类 不行 我得去高处看看 劝你直接溜吧 多数异兽对人类怨念很强 这山里的人类 怕是都活不成了 江大小姐 图体基因全体集结于此 护宁撤退 你 你觉得还撤得了吗 人类 在这个力量围上的时代 你们又算什么 我 mud死了 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